过去几个月的争议是由于特区政府处理修例工作的不足 我个人需要为此负上很大的责任 这件事引起社会矛盾、纷争和焦虑 我在这里向每一位香港市民真诚道歉 至于这条条例草案大家都记得在6月15日我宣布之后 我们已经即时停止了条例草案的立法工作 而且并没有再为这个工作设定任何的时间表 我们特区政府也没有推动这个条例草案工作的时间表 至于有关撤回的问题我已经答了两次了 所以希望大家都明白和理解 我也是请大家明白和理解了 有关于字眼上的问题都已经是没有东西可以再补充了 在问责制方面当然我们每个人做问责官员 都是要对自己的工作来负责 尤其是我本人作为行政长官 我是更加需要负上很大的责任 但我们现在的立场是我们希望能够继续为香港社会服务 我们在面前有很多经济社会的问题是需要我们处理 事实上过去接近两年的时间 我们都是以一个很务实 也是很诚恳的态度来推动这些工作 我希望社会各界也都是认同给我们这个机会 继续去做我们的工作 这个行动昨天警务署长盧伟聪已经和大家解释 和澄清了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补充 不过我想从一个 我不是一个执法人员的角度来看 我们从来都没有认为 也都没有说过 参与6月12日在金钟一带公众集会的大量人士 特别是学生是暴徒 我们没有说过这件事 而经过盧伟聪署长昨天的澄清和解释 只要当日是和平参与这个公众集会 并没有用过任何的暴力 他们是完全不需要担忧的 香港他们独特之处 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有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也是行之有效 我们应该尽量去维护这个机制 所以对于在警务的同事执法的期间 如果是有任何市民有不同的看法 或者是有需要去做一个投诉 我们亦都有一个投诉的机制 所以应该是用这个既定的机制来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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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